马来西亚的现任总理是马哈蒂尔,已经93岁的他,曾经在1981-2003年担任过总理。 长达22年,去年5月,他再次担任总理一职。 当地时间3月30日,马哈蒂尔接受了大马焦点商业杂志的采访。 他说,我真的非常幸运,能活这么久。 事实上,我在前几年就应该走了。 不过,我很幸运,除了变得更老了,我仍然能够正常工作。 但我意识到,我真的已经非常老了,活不了多长的时间了。 所以,我总是想更努力工作,想在剩下的时间里,多为国家做点事情。 马哈蒂尔 目前,马哈蒂尔是全世界年龄最大的总理,或者说是政府首脑。 一般来说,在同时设有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国家,后者相对要年轻一些。 按照规定,马哈蒂尔的任期有五年。 但是他透露,自己的工作可能是临时性的。 会有人在下届大选前接任自己的工作。 根据马哈蒂尔与执政党希望联盟在选前达成的协议, 他将只担任两年的总理。 剩余的三年任期将交给安瓦尔。 安瓦尔今年71岁,是希望联盟的实权领袖。 马哈蒂尔则是该联盟的名誉主席。 马哈蒂尔和安瓦尔。 在上世纪90年代,安瓦尔曾经是马哈蒂尔的副总理。 但是,安瓦尔分别在1998年和2008年, 发生过两次所谓的非自然性行为案件。 也就是与自己的司机和助手,发生了同性恋关系。 还被法院定罪入狱。 不过,安瓦尔一直坚称自己是无罪的。 遭到了对手的政治迫害。 马哈蒂尔在去年获得政权后, 急让该国的最高元首特赦安瓦尔出狱。 马哈蒂尔说, 我会交出权力的。 但是还没有确定好具体的日期。 曼德拉和马哈蒂尔。 在采访中, 马哈蒂尔还否认将会改组内阁。 不过, 他承认有些部长缺乏经验。 与他们合作是巨大的挑战。 他表示, 这些部长都是他当初组阁时, 精挑细选出来的。 其中有一些人还是非常有潜力的。 马哈蒂尔说, 如果我不停地撤换这些部长, 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我必须和他们一起努力工作。 这样他们才能获得经验。 相信我, 他们中的一些人做得很好。 马哈蒂尔和孩子, 在进入政坛前, 马哈蒂尔是一位医生, 自己开了一间诊所, 赚了一大笔钱。 在二战后, 日本结束了对于马来西亚的统治。 马哈蒂尔才开始投身政治。 在他第一次担任总理的22年中, 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得非常快。 他也被誉为是马来西亚的现代化之父。 大家觉得马哈蒂尔能够继续带领马来西亚走多远呢? 欢迎你的留言和评论。